鲨鱼绝对是主播借圈礼物的神 由于开播两个半小时 没啥礼物 鲨鱼居然慌称没电费了 什么 电费不足了吗 咱们直播节 有没有人给我刷的魔法书 帮我续会一下 这不明摆着编弹幕吗 还证明接到通知的 说十九点停电 本以为应该没人上当的 没想到 还是有粉丝宠着 让鲨鱼瞬间两眼放光 又让鲨鱼给圈到了 哇谢谢 还是我的中全粉丝 不愧是我的中全 有了魔法书 这也算充电费了吧 鲨鱼都把电费去上 鲨鱼不但是最会圈礼物的主播 也是最低调的主播 明明已经多才多艺 却还喝着一块钱的矿泉水 粉丝都开始可怜鲨鱼了 怎么不喝百岁山呢 百岁山这不是没啥礼物吗 我也不敢喝了 开播到现在一本魔法书都没有 刚刚才收了一本 又在装可怜了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矿泉水 一块银瓶 你们当地的矿泉水 你们知道吗 鲨鱼也是给江西润田宣传了一波 润田是不是江西的呀 一块钱的润田 相信江西老表都喝过 一点也不比那些大牌矿泉水差 也是一块钱的 鲨鱼仅仅只是谈论了两分半矿泉水 队友就已经全体隔屁 是时候来N港吃香的喝辣的了 要是能捡到一把信号枪 那就美滋滋了 弹幕小猴子老是喜欢谎报信息 信号枪 那是你的猴屁股 鲨鱼堂堂千万大主播 游戏里的皮肤比脸还要干净 对了兄弟们 不要问我 为什么今天居然穿上了黄金木乃衣 好不容易课金来的 手感就是不一样 知道你们也想体验一波课金大佬 评论区置顶链接看到了吗 十万吃鸡点券 点点就有机会 让你直接点券没烦恼 秒遍课金大佬 各种皮肤都能对 我的黄金木乃衣 没龙九天就是这样来的 链接再就是还有资格 心动百次 不如行动一次 抢到就是赚到 还等什么 赶紧穿上新皮肤 去carry全场吧 在N港老家吃饱喝足 观众还打听起鲨鱼的晚餐来了 没想到鲨鱼如此省 像鲨鱼这种多才多艺 又会做饭的男人不多了 长得又帅 难怪女粉这么爱 都说吃了萝卜容易放屁 但鲨鱼表示自己不一样 放屁是你们普通人放 驴哥中的小王子的时候放屁 驴哥的勾扫根本不太一样 有人问鲨鱼这么有钱 怎么不点个豪华外卖 但其实越有钱的人 饮食更注重清淡健康 外卖现在鱼鱼是真吃不下 现在不整一点新鲜的给鱼鱼吃 我的吃不下 鲨鱼应该是主播界的一股清流了 在野外瞎晃有两分半 鲨鱼终于也是寻到了空头的踪迹 空头来了 虽然在河对岸这么远的位置 但鲨鱼可是有过和小妙招的 直接加速骑马往墙上一撞 便可以解锁加速bug 当然速度 没有你看到的这么离谱 很快鲨鱼就洗踢空头 消音器和猴皮到手 为了稳住加分鲨鱼化身厕所战神 但旁边有老马 经过鲨鱼不想放过 其他敌人扫下被鲨鱼解构 有得必有失 自己人头也被抢一个 有点可惜 不过后面近点来人 听声便为确定位置拉出顺秒 后背还有人 鲨鱼不敢太嚣张 刚想封烟过去 捕人头 差点被顺毛 对面如此嚣张 鲨鱼不想坐以待毙 直接冲出外面寻找机会 刚跳起 不看到前面趴下的小可爱 屁波斯 把小连招连打带捕 打完往后封烟铁包 可盒子在前面 毒圈外还有人 鲨鱼卡好敌人进卷时间 下马一锁子将其击倒 连打逮捕拿下淘汰王 只剩最后几人 鲨鱼骑马往圈边靠 刺背AK让鲨鱼玩得一连猛逼 只剩最后的一打三了 前面树下老马附近有人 鲨鱼尝试击倒 没能击倒还暴露位置 防止被围攻往后撤 没想到 敌人居然拉枪陷出来了 可惜没能击倒 近点来人 鲨鱼先秒一个 只剩最后的一打一 鲨鱼先补掉人头给压力 鲨鱼卸掉一把武器 化身伏地魔 没想到 对面居然还敢站 这就是决赛圈拉枪线的重要性 分散压力 轻松一穿三 鲨鱼尝试 看我击不 吃鲨 你也可以